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日 据报道 医孕妇出车祸后 却感谢车主 这是怎么会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据了解 一位女子婚后不久就怀孕了 家人都非常期待 这个小生命的诞生 女子怀孕六个月的时候 有一次她独自去广街时 令人没想到的是发生了意外 女子在过一个小路口时 发生了车祸 接着路人就打了求救电话 女子被送往医院抢救 被送往医院后 经过一个小时的救治 大人和孩子都很安全 而医生却眉头一紧 他劝女子要好好感谢人家 女子听后猛圈了 不知道医生的话是什么意思 原来 医生在抢救女子的时候 却意外地发现了肚子里有一个肿瘤 要不是因为这场车祸 这个肿瘤再晚点发现 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女子得知后 觉得这太不可思议 当车主赶到医院看望女子时 女子不但不追究车主的责任 而且还好好的 感谢了人家一番 车主听后很是感动 他对女子说 那天也是急着有点事 没看见女子 他还表示 女子的住院全部费用都有自己支付 从这件事看来 不是所有的意外都是坏事 所以在生活中 不要从表面看待一件事情 对此 大家怎么看 住 是见真实性已被证实 图片均来连网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